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经济数据和企业财部都提振了市场情绪 截至收盘时 道指升1.2% 纳指升2.5% 标普500升1.5% 大型科技股都是普障了 苹果升3% 亚马逊升4% Meta升5% Google升2% 微软和Netflix升2% 除了昨天大家关注跌到熔断的 不是AMTD 是HKD 待会有空可以看看 基本上是一种比较货源干股的炒法 大家亦可参考过往 GME AMC 的情况 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 是Wallstreet Best 受欢迎的股份 好照大家有散户就一起融入场去炒 看过指数 现在这个是立100期货 非常之厉害 所以就真的有一轮淡了一轮 接着都没淡一两个月 其实在酝酿反弹之中 现在就越来越涵了出来 甚至有些人觉得它跌 你走去或去搏少许 其实这也是你走去做一个逆势 去搏少许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立100期货 最后有如果要突破的一个位置 12897 前几天都已经突破了 不是昨天才突破 昨天就继续去夾上 其中一个去弹的诱因 除了现在是不是有好些的财报 另一个重要的诱因 也是因为太多的淡 太多的淡仓 市场情绪之前 做一轮六七月比较悲观 很多时市场情绪太悲观 就会夹上来 我们看一下立100期货 走势之前有一个大约下降轨 其实现在差不多到 下降通道的诱文 即是何时开始向下破落例 大约在年头 12月开始 再明确跌穿 一个重要点的支持 跌穿 应该是年头 年底年头 这些位置就开始下降通道 现在还在行 虽然这期打得很好 但还未突破 甚至跌穿下降轨附近 但亦都是 又不好去到 觉得跌穿下降轨附近 一定会掉头 立即打开 不要这样做 就算上一次比较 就算上一次出现 四月头的位置 在近阻力的位置 会增持一下 不一定不破 不要猜它一定不可以转上去 就像这些位置 例如曾经整固过 站下的支持 这样破落才做 就真的走出了方向 始终现在在上升 不要猜它会跌 如果看资金数据上 我看到开始是减弱 但是 那个成交价 它没有这样走出来 就不要那么快去做这里 不过 如果我看到资金流减弱 就关注一下会不会 这里会有些沽压 暂时就 美股昨晚大盘好 中概股也是 中概股全线上升 阿里巴巴升3% 京东升2% 并多多升1% 其实暂时大部分 不算很强劲 那个反弹力度 不过的确是在 现在恒生指数都高开 高开244点 开报2011点 是不是去到 昨天说到 很多时候 这些政治事件 可能都很难预测 但市场会有它的看法 而前日 前日也下跌 昨天 开始 佩洛西抵达到台湾 顺利登台 登台 之后 反而市场 是偏向 好的变炒 其实是炒不打 因为 它顺利抵达 抵达了 即是不会爆发一个最极端的情况 现在暂时 而他们的风向 你见现在中国说的东西 都是经济制裁为主 经济制裁 就不是说没有影响 只不过去到极端的情况 影响有很多 其中一个就是航运 现在因为准备要军宴 搞到很多地方 那一带的海 领海 领空 台海附近 基本上就封了 封了 搞到很多货运都停了 停了 我见到有些 如果是跟台湾 那一带 或者 一些有货物上交流的 贸易的商家 那他们的货 就会失业 就运不了 又有一系列的问题 航运股份 到今天就没有特别很大反应 反而前几天就个别有些了 跌下来 昨天的中概股 其中一个大家关注的 就是网红股 但这些HKD 昨天就熔断 看看它现在最新的情况 熔断就跌34% 去到1,1100 即立即 即是 尝尾 完全又没有嚴重到 沒有消化8月2日的升幅 但這些這麼急升的股份 急升完之後 要等它有下一轉的回吐 有新的setup 就當你不理其他的情況 不理它已經夾到PE這麼誇張之外 現在恆生指數大使準備在開始 昨天中概股有反彈的時候 看到金日的巴巴 剛才看到暗盤升 盤前升大約有一成 現在縮窄了很多 只有5%左右的升幅 巴巴方面有消息 消息面上報道 軟銀通過預付軟期合約 出售三分之一的阿里巴巴持股套現220億 首先為何出售三分之一 以及接下來會有業績發佈 為何今天除了一個賣還升呢 另一個重要因素 其實很主要是因為市 因為市前排不是淡用一大輪 即是好像去到盡沽完一輪 它會有些技術反彈 今天反彈上來 大約都是去到… 其實就沒有說去扭轉回 如果由七月到現在去拉下來 跌勢暫時還未可以扭轉回 反彈回少許 如果說你去到很短線 前幾天是跌得比較厲害的一隻 現在恆生指數開出之後 升幅降闊到277點 報2044點 我們去廣告 轉頭回來看大家的留言 回到節目時間了 市場月升都強勁了 升了335點 報20106點 成家榜上88升5% 恆生科技指數 這個ETF也升了5% 其他吉利升4% 可以看看大家的留言 今早早因為始終開始 我們現在多點時間去探問題 2208 阿森說2208 14.3有貨的 再上什麼位有阻力 220…220可以什麼位 這個另一隻 再上什麼有阻力 都是那個位 他走了整個月 都是這個位 還沒有新的 15.24 升德川才再說 升德川才說 比較明確是整固員向上 但是你現在… 你叫做偷步入都OK 因為我覺得機會大 現在偏向向上 13.72做防守 這個版塊也是 也是其中一個 新能源是其中一個 重點要發展的版塊 就是硬件類為主 科網都會有 科網都會有 科網會是… 又要好看政策 因為之前都是去看政策轉向 但誰知道 他突然又轉向 這期是在收緊為主 因為太多的… 無論科網整改消息還是 一些官員落馬 會令到… 大家會擔心內部的整改 那邊的勢力會有崛起 新能源、硬件類 你看到這期半導體都是偏強的 3134就沒有怎樣動 還有220 220 1475 這些都… 他交頭不是很活躍 但這些可以撐破7月的頂 220也是這樣 有些類似你那種情況 其實他正在橫行 要出一個突破的買入信號 就是7.35 就是站穩7.35以上才去入 現在在整股之中 其實整股之中 他正在走這個區間 如果你是好 覺得… 我就要偷步 你都可以的 但那個防守位都是一樣 就是6.83 如果說想是… 出個動力的 走出個方向出來 就要看7.35 1… 388 388 Kelf說 現在資金流失速度快 388會不會影響很大 資金流失速度快 你是說現在說 金管局接港元沽盤的 銀行體系結餘那裡 這個就不是一個最重要的 如果你說到香港 或者說究竟亂系匯率 那樣東西 應該是看外戶儲備 而… 388 你說樓失速度快 又… 如果你看整個大市的短線 的資金 前一陣子是流出了 而上個星期 或者這幾天 都有去更新 他就沒有… 暫時停止流出 變了中性 那個樓向 又未轉回強 基本上你看過大市也是 升升跌跌 那… 昨天又跌回 千日跌下 昨天又穩回 今天又升回 那… 那… 即是… 比較雜幅 那… 那… 388的話 應該是看… 351.4 暫時都守住 350這些位置 那… 349 現在… 351.4 現在偏弱 我想你看這個位置 7月中的底 會不會破 下去 你用日中低位計 348.2 都很邊緣 那… 1138 珍妍 Wen說 中遠海能 就… 這個是比較他跟其他的航運有少少不同 偏向是運油為主 運油為主 又要… 和航運股剛才說到有一個憂慮的因素 其中一個就是這期軍演 那…如果台灣侨一路在那邊 那… 一直在那裡均衍下去 會… 他來… 一路 包括農產品,農產品基本上是去開戰前的水平 例如小麥企貨那些 油價昨天大跌之後 開始都已經迫近開戰前的水平 現在去到91左右 開戰前大約是在正式開的 都是去90元邊的水平 現在已經是去 昨天晚上全線的油價都是大跌 不過天然興興 如果油價跌幅昨天有4% WTI 已經開始走跃了一段時間 主要是經濟水退那邊的拉力大一點 壓了下來 現在甚至4月中92都跌穿了 跌穿了一段時間 但一直在向下 所以油那邊應該都沒有看一段時間 這個因為跟油價有關聯 下來了 如果你看5.4 這是7月29日參考的一個 小小短線要看的位置 下來了其實是向下 穿了一個位向下 破了 你可以先等它回穩 4月3月以下 從3月到她亦仍在前 所以不要想之前炒基建的去做 或者近這些4元邊去做 怎樣才叫做向上呢 5.25元的要看 這隻它現在究竟向上走還是向下走 亦都很明顯 除非你駁一個超賣反彈 這個是有機會的 但我會寧願去選一些強的去駁 白浪說APL由高位跌了不夠1% 請問你 現在升3% 即是現在升上去了 距離頂部只剩下1%的距離 想問你這個166.48元 其實昨天已經在突破了 所以現在再看看 都很厲害 它是比較明確扭轉的 如果再下個位置 就是179.61元 然後182.88元 一路上去 反而我會用一些 如果你是低位買上來 你又覺得 如果回落你會想take profit 不是想一路長渣下去 那倒頭就會走 反而向上那些位 向上那些位 純粹去參考 反而看著向下 你就可以 這樣 那這些你就可以一路一路 將你的指陣位可以推高 現在你要放到最短線 就可以用159.63元 其餘美股很多都是這樣 那看實 因為這期拉升挺急的 而很多時候是暴風雨前夕 或者本身是一個市場 是比較大波動性 因為之前大跌 在這些時候 就往往會出現這些 其實它三月都試過這樣拉升 拉升也很厲害 然後又破底 現在有沒有立即扭轉 之前的一個調整 轉回整個大跌 比較好確認 那未當然要去到確認就很遠 所以你做一些短線 你現在就是159.63元 可以拿著這樣去做 1211 什麼位put 今天市場上升 今天四百多點 1211應該就沒有位put 現在開出來看看 不過它就不算升得很強勁的一隻 比亞迪方面 今天也是出了最新的數據 數據很強勁 也是一個對股價有正面的作用 稍後再看看Facebook 看看現在比亞迪的股價 295.6升2.7% 7月數據出來了 公司新能源車銷量是16.26萬部 上年同期5.05萬部 同比增加超過220% 計算頭7個月1至7月的銷量 80.39萬部 同比增長是292% 而今次已經是比亞迪 連續第五個月銷量破10萬部 如果說對比整個車市 7月乘用車的零售是176.8萬部 同比增長是17% 即是比亞迪自己的數目 是大幅跑贏了同業 究竟甚麼位置可以投入 你見他這期 就在這個區間 就275.6至302 基本上就未向下 但如果以今日出現數據 和這個市場來說 就真的不見很強力的追貨 怎樣為之向下 你見到他整個小蝕圖 正在橫行 橫行比較好的位置 就是跌穿了整個橫行底 你可以擺到 如果叫做跌穿第一個支持 就再破 就是掉頭落花有機會很大的 最低限度都是 跌穿285.4 285.4 要最小試圖 最近參考的支持 這個最低限度 所以他就 橫行 其實一直都 現在又未走 即他又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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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得回上去 你見過四百多點的時候 那為甚麼一個市場那麼多 他算偏強 但那麼少 其中一個因素就是 巴菲特會不會減持的陰霾 另外 其實今天升得多的那些 其實很多是之前跌到很金的那些 譬如是阿里巴巴 不是升5% 其他普漲的都是 科網 金融類 保險股今天都升 見到上了榜 那你說 所以 都是一個比較 就是 反彈為主 暫時還是 所以他就不是 一跌到金的時候 沒有特別彈得很厲害 但真的還在一個橫行裏面 至於 剛才想說 看看Facebook上面 Facebook上面是 有個問題 見到 壓衰風量 6680 好嗎 金力永馳 現在升1% 嗯 他比較少交投 其實他在港股這邊 入的話 他之前升得很急 因為一直 5月拉升上來 急升就最好等有調整 現在的調整又沒甚麼 不如等會否真的 有真正的調整 下回來 等會下回來 下回來 假設是50天線 其實不定 這樣才去入 至於哪些 強勢股 Judy說 其實昨天收市那一節 都有降一隻 這幾天 普漲的板塊 還要是時跌時 普漲的板塊 除了是軍工股 還有半導體 半導體 981 很偏弱 雖然這兩天都是性 1385 上海復旦 現在都繼續上 昨天正式突破30.35 今天再上 現在逼近31.75 現在破賣 破賣 破賣就要等突破 因為現在又來到這個 很快已經來到下頂 等期找31.75 買入 都是用27.6 做防守位 其他因素 你可以聽回昨天收市那集 好了 市都維持到 近400點的升幅 升近396點 報20163點 成交159億 節目時間到這裏 待會中午再和大家看視 拜拜